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现在也知道曾经是上来守幼外野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扎实 所以郭天忻其实可以不用安打 就可以将二连跑者送上三连 那如果几球点好的话 能够打穿的话 甚至能够将跑者送回门内 这次打到了左阿野方向 走來一手後退接殺出局 郭天馨要闖三壘 所以第一時間朱宇賢接到球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他很積極的 他知道郭天馨有可能回壘包採壘包 要拚三壘 結果真的是拚三壘 郭天馨在關辦熱身賽 就火力馬力全開 最主要就是那個球 接球的位置 其實朱宇賢是不好出手的 接完球你可以看他大概做一個轉身 再來傳球 畢竟朱宇賢他是左手傳球 他接到球之後等於必須要打轉身 才能把球丟出去 其實球場上大家都知道對方想做什麼事 郭天馨有矯程 而且又拚盡十足的球員 所以可能會去拚 所以他接到球的瞬間 根本不敢浪費任何的時間 沒有浪費任何的時間 就已經讓他成功的拚上三壘了